在遥远的大洋彼岸,有一块属于中国人的乐土,这片土地的开拓泉,竟属于一名被通缉的福建人,他带领一千多名同胞远赴重阳,在沙唠岳施屋地区租下了一片荒地,决心在此地扎根,以史为敬,可以知心替,以人为敬,可以明德诗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此时,这个福建人名叫黄乃长,生于道光年间,他是一位基督教徒,深受西方文化影响,因此他的思想也一直比较先进,甲午海战失败后,光绪皇帝立志要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,改变清朝当下的状态。 可变法动静太大,会触碰到多个阶级的利益,特别是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,慈禧不仅将光绪皇帝软禁,还下令抓捕参与变法的人,除了谭思彤几人留下,许多人都逃走了,黄乃长也逃了,并且还带上一千多人逃去了马来西亚,黄乃长本人没经历当年的甲午海战,但他的三弟黄乃魔,效力于北洋水师,与邓世昌一起在致远舰上任职,均在战争中牺牲了。 这件事给黄乃长的触动很大,他深深地感到国家必须要改革了,于是,黄乃长积极接触心学,并结识了康有为,在家乡福州创办福报,大肆鼓吹违新变法的意义,那是福建最早的报纸,参加科考选为拔贡之后,黄乃长先后八次给光绪皇帝上书,要求进行改革,终于光绪决定实行违新变法。 黄乃长与户须六君子一起,向朝中的李鸿章等思想开放的大臣,讲述新学,可惜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,维新变法刚开始便被扼杀,黄乃长的名字,也赫然在通缉犯的名单中,他赶紧逃到上海,再偷偷回到福州,经此一劫,黄乃长以后都是慈禧的眼中盯了。 想象以前那样,报国是做不到了,只有另想他法,前往东南亚,虽然放弃了仕途,但看着家乡百姓生活困难,黄乃长认为自己必须做点什么,他想了想,觉得可以去南洋找新的活路,也可以躲开慈禧的魔爪,在女婿的牵线搭桥下,黄乃长仔细考察东南亚各个地方,想找个最合适的地方落脚。 1900年,黄乃长看上了沙拉越这个地方,跟当地人签了土地肯荒的协议,然后回到福建来招人,年底,黄乃长招的第一批人,从福州出发,八天后,他们到达新加坡。 有些人在途中反悔离开,其他继续前进,第二年2月抵达目的地,2月初,黄乃长也亲自带领535名福州老乡,经过厦门到达新加坡,3月初登上沙拉越的第三大城市失屋。 1902年,福建的第三批移民,也顺利乘坐黄乃长租的美国商船,经香港出发,6月,黄乃长召集到的1118个福州老乡,全部安全到目的地,黄乃长给他们的新家乡,取名为新福州,既是对国内老家的纪念,又是寄托了对新生活的希望。 在这里,这些福州移民很自由,因为黄乃长早就给大家铺好了所有的路。 移民对这片土地有999年的使用权,且不需要按沙拉越的规定服兵役,还拥有通行和言论,甚至出版自由,起先,福州移民不习惯沙拉越的气候,还要根据土地的情况找到新的工作方法,十分辛苦。 但是中国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吃苦耐劳,这些困难熬过去之后,大家又考虑做生意,运输,橡胶等产业,这些新沙拉越人做得风生水起,新福州城的规模也越来越大,后来广东广州府的人也来到沙拉越发展,再次扩大了华侨在海外的队伍,黄乃长给侨民们立了个规矩。 要求所有华人,以及他们的后裔,永远不能忘本,要记得家在中国,跟在福州,世世代代,都必须会说福州话,一心为国,黄乃长虽然新产业,定在了沙拉越,但他不是不回国了,1904年,黄乃长就急匆匆地回国,想跟随孙中山闹革命,1907年,他参与策划了潮州黄刚起义,并回到福州办学办实业,从此,他便安心在国内做贡献, 辛亥革命爆发后,黄乃长请南洋华侨为国捐款,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,袁世凯迫害革命者,黄乃长被捕入狱,经过海内外各爱国人士的积极奔走。 黄乃长得到释放,继续在福建搞农业建设,1921年,黄乃长身体出现问题,无法再跟随孙中山,只能回家养病。 三年后,操劳一生的黄乃长病逝,但是沙拉越的华侨们一直在怀念他,给他修了纪念广场。 至今,湿屋的街头,都随处可听到地道的福州话,华人来这儿,交流畅通无阻。 黄乃长在中国可能名声不高,但在马来西亚,却是华侨心中最值得纪念的人。 皇帝建成,仓皇回国,从1900年到1902年期间,黄乃长从福州招到了1118名开墾皇帝的劳力。 其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基督教徒,在招工途中,还曾引发了慌乱,有人以为此次招工是与英美那样卖猪仔。 直到黄乃长以基督教徒的名义启示,和港口附近的美伊美教会,及时对群众进行安抚,才让移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。 几经波折后,一行人才顺利到达诗屋。 而黄乃长将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福州,在移民到位之后,与当地政府进行了两次贷款。 这笔贷款都用于移民的住处,不过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,出来杂到的福州人并不习惯当地的气候与耕作习惯。 生活十分艰苦,尤其是疾病的到来,更是给这些移民带去了生命的威胁。 为了方便移民的生活,黄乃长还在移民生活圈中开设了店铺,店铺内只售卖一些基础的生活物质。 但由于开荒实在艰难,黄乃长开始将各个啃厂的收入填补到施屋所需的空缺,但是好景不长。 在开荒的第四年,黄乃长就从施屋仓皇回国,黄乃长本人的解释事开荒任务已经完成,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很好,而且想要回国支持国内的革新事业,但是旁观者看来,黄乃长的这次回国颇有仓皇出逃的意思。 合伙人刘子正曾在书中,对黄乃长的回国进行了具体的描写,当地的种族不和,经常发生武力冲突,由于黄乃长不善经营更是欠了高额的债款,但是在福州的地方史中,黄乃长回国的原因被记载为,不愿向邪恶势力妥协,施屋的中国城。 黄乃长的离开,并没有对施屋的发展产生太大的影响,坚守施屋的美国牧师,在原有的建设基础上,将施屋发展得更加的繁荣,一开始前往施屋的国人,只是将在施屋的生活视为一份糊口的工作,在新中国成立之前。 他们一直将工作的收入寄回国内,或者是支持国内的革命发展,或是支持国内的抗日战争,在他们心中,波荡不安的国家一直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家,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,国家安稳之后,他们也在施屋安定下来,甚至把施屋建设成海外的一个中国城。 据统计,在施屋华人的占比高达40%,其中有99%的华人都选择了经商,当中国人漫步在施屋的街道上,根本没有任何出国的感觉,随处可见的中文,耳熟的福州话,甚至会让人有种在福建的感觉。 尤其是福州人在当地建起的福州十一文物馆,和各种充满福州文化的基础建设的存在,搭配着抗战时期遗留下的老建筑,更是给人带来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 时隔120多年,仍会佩服福州人的坚韧不拔,在那个贫瘠的年代,赤手空拳的在异国他乡,建起了一座中国城,施屋境内建有几十所华文学校,常常组织学生来中国寻根,他们来到黄乃长的故乡,来到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敏青,缅怀先生事迹,了解祖国的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。 让年轻一代更深刻地感受到,虽然置身海外,但跟在中国,体内流淌的永远是赤城的中国血脉。